將來有這個駕駛 我們為台灣在打招 我們是在做好人做好書 做好人有好報對不對 奇怪派那些人都比較萬事 沒關係 我們就 很人的人士 有錢出錢有錢出錢 有頭角的用頭角有錢出錢 像我們秘書長 我的頭角真的有夠好 所以我就謝謝國庭的法例 來讓我們了解台灣的地位 那麼 將來我們要執政 我們做議員的 我們要把關 我們要監督行政單位 所以秘書長 就大家來這裡 再來繼續研究說 將來我們要做議員 我們要了解什麼東西 所以我要做這個 power point 來看國會分享 好 那麼我現在就叫我們power point 來 來講 OK 那麼 我們國會 有自己的自立權 這是我們參加 許青雄 高雄 有所出版的憲法概論 那麼 那麼 我們的 國會 有自己 組織 決定的權利 譬如說 我們要設幾個 常設委員會 這是我們可以自己去決定 那麼 我們裡面 也要有一些 警衛 不是警察 我們國會也有警衛權 OK 再來 人事決定權 譬如說 我們要請一些 可以幫助我們的國會運作 要請一些 行政人員 還有 社會人員 第三 我們的議事 國會要議事 有一些規則 我們可以自己去決定 意思規則 我們自己去決定 再來 安全秩序維護權 就是說 我們可以請 我們國會的 警衛 警衛 這跟外面的 警察系統 不一樣的系統 這我們自己直接 聘請保安警衛人員 來維護 國會的安全 和維護秩序 這是 財務主主 決定 款 那麼 這款 我們國會 在審議 國家預算 的審議 不一樣 我們另外會自己做一個 審議委員 來審議自己的 預算 第六就是 議員的管轄權 管轄權 就是說 你這個議員 你心裡有主角 還是你 上司議員的資格 由國會自己來 有一個 委員會 來決定 決議 不是外面的法院 在決定 你是不是 喪失議員 資格 或是 譬如說 議員 如果有犯什麼 行事案件 如果要代報 沒有 要有經過 我們的國會 有通過 你才會來代報 那 國會 如果 國會可以撐取 保護傘 他有管轄 也可以撐取 保護傘 OK 就是 不受 逮捕的權利 在開會的時間 不受逮捕 OK 好 那麼 國會 有固定的會期 第一 如果要招職 就是你 訂算之後 要訂一個日期 來召開會議 就是 會期 不繼續的原則 就是說 你如果一些 提出的法案 議案 如果沒有通過 你不能再在後 一個會期 還拿出來 繼續審議 這就是說 如果新的會期來 訂正一期 沒有通過的法案 就不能再拿出來 重新審議 這就是 因為說 如果新的會期在開的時候 國家可能有更新的 更重要的事情 要心理 這些新的事情 要優先處理 所以 如果沒有通過的法案 頂一期沒有通過 就不能再拿出來 審議 第二 一旦 沒有要再審議的原則 就是說 你這個議案 以前 這個會期就有通過了 你不能再拿出來 要修正 要再改 這就是 要 這個議案 這個原則 就是說 要讓這個法案 如果通過了 就能夠 穩定 來 讓行政部門 來實施 這個議案 不再審議的原則 就是 會期的總理有三種 有定期的會期 通常都排定議程排好 什麼時候開會 什麼時候結束 那麼 第二 有一個臨時會 就是 臨時 有 事件 還是 這個 需要 大家 繼續來審議 所以 也要召開 臨時會議 第三 就是 特別會 如果發生 強烈的事件 需要 各位 請各位議員 回來 這就是 特別會議 那麼 各位 可以做一些 常設委員會 那麼 以日本 眾議院的例 有20個委員會 我們來看 這次 常設委員會 有 內閣委員會 地方行政委員會 法務委員會 外部委員會 台中 財政委員會 再來 有 文革委員會 候選 如果你們有 隨身碟 可以把電腦做 握 power point 回去 看看 整理 這個委員會 我們那裡有 所以 不用 記錄 我們那裡有 意識規則 來 我們那個 意識規則 裡面有 20個委員會 意識規則 裡面有 好 第幾個 我揭一下 你從後面 揭過來 有一個 眾議院組織章程 與意識規則 他的 我去第七項 第八項 第八項 從後面翻 第八項 我們等一下再討 我現在這個順 把它討過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討 內部的細則 來 有 農林水產委員會 雄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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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有 通信委員會 勞動委員會 建設委員會 安全保障委員會 科學技術委員會 再來 環境委員會 武選委員會 割選委員會 議員 英文委員會 再來 懲罰委員會 這二十個 常設的委員會 還有很多 非常設的 OK 好 那麼 我們 國會有 法定有效出席的 人數 你如果要 心理案 要開會 要標割 要有法定的人數 一般 一般 是二分之一 以上 出席為原則 這一般 要伴手出席 那 如果 全院的會議 最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 出席為原則 因為 因為 議員 很不容易 如果全院會議 要求大家 超過半座開 可能有開 困難 所以一般全院會議 人數會 點 少 好 國會有 表決的 一些形態 這 有 第一 就是 用這個 相對多數 就是說 這個表決裡面 如果 最大的 就算 第二 絕對多數 就是 一定 要 二分之一以上 過半座 可以 絕對多數 第三 要特別多數 譬如如果 修改 憲法 這 就要 覺得 特別多數 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可以 憲法的 修正條文 可以通過 這是 特別多數 再來 表決的方式 有 牙手 還有 取得 再來 記名 或不記名 投票 另外 現在 比較新的 用 電子按鈕 有分 贊成 反對 或是 弃權 好不好 這樣 來 那麼 議書 有些 公開的原則 這個就是 現在有的 比較先進的 他們有用實況轉播 可以 讓外面的民眾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國會頻道 都在傳播說 國會 現在來的 在 審查什麼 發案 讓老百姓都可以隨即 如果有關心的人 可以 進去這個頻道 看 再來 開放 讓媒體 可以 拆放 可以自由發表 他對 他所採訪的議題 來 報道 讓人民 知道 現在在審查的發案 已經 在審查什麼 對民眾 有什麼 影響 那麼 再來就是 就是說 可以開放 旁聽 讓民眾 經過申請的程序 在 可以的範圍 盡量 開放空間 讓民眾 可以在旁聽 直接參與了解 你們也發展的進度 可以 這些作為 所以 就是要讓老百姓 可以 請出 我們所算出來 國會議員 譬如 譬如說 差不多二十年後 我們會開放選舉 這 將來 你如果 經過這個 透明公開 的情況下 讓老百姓 知道 我們所算出來 議員 有真的 替 我們國家 替我們國民 在做事情 可以很公開 透明 這會造成 一個 輿論 一個民意 你們如果表演不好 還是你們這些 國會議員 在自肥 或在做什麼 那麼 經過 民意的匯集 造成 輿論 來 壓制 這些 一些 議員 他們的作為 讓他們所 這個 通過法案 比較合乎民意 比較合乎國家的需要 這就是一個 醫師要公開 就是這個 原音 如果 表演不好 你們這些 議員在做什麼 因為都公開 都看得到 所以 如果表演不好 後一任 你要再選 人用選票 就給你制裁 讓你選不到 OK 好 再來我們來介紹 日本國會 因為我們將來 我們可能 經過一段時間後 我們可能會依照 琉球返環模式 回去 住日本 帝國 成為大日本帝國 的一分子 我們將來 要由日本 國會運作 模式 所以我們要了解 日本的國會 我們再來看 日本國會的 他的地位 他是 國民的 代表機關 這是 日本的 新的憲法 合憑那個 第43條 第一項所說的 他是 國民的 代表機關 因為所有的 國會議員 無論你是 參議員 還是 眾議員 都是 經過選舉 所選出來 所以 這算是一個 代議制 就是 我們選 參眾議員 去國會 裡面 來 審查 法案 審查 以上 所以 我們這個 所選出來的 這個議員 是 國家的議員 他不是 地區的議員 譬如 我現在說 中央級的 你 中央級的 國家的 參眾議員 經過 國選 區所選出來 譬如 你是 東京的地區 東京都選出來 但你是 北海道 代表北海道 那裡選出來 但是你如果 當選 國家的議員 你就是 代表 國家的議員 你就不是 東京 你是北海道委員 只 關心你北海道的 事情 還是你 只關心 東京都的事情 不行 你如果選出來 做中央議員 你是 代表 國家的議員 你是 眼光要看在 整個國家 這個大方向 來 替 國民來立法 他是 國家之議員 我們 實施間接民主制 代議制 對嗎 好 他是 國家 最 最高的機關 這也是 日本憲法第41條 所說的 注意 最高權力機關 是哪 他是 國民主權之代表 所以 他是國家權力最高機關 他所立法 要 讓行政部門 依法 行政 也是 國家 為 一個 立法機關 這也是一樣 事實在說的 那麼 可以說 沒有其他的 管道 可以去立法 為 他 國會 參作議員 可以去審查法案 去 頂 法律 再來 日本國會的組織 他是 參眾 兩院制 那麼 參議員是怎麼組織呢 就是 480的 眾議員 加 242的 參議員 加起來 全部都是722的 這722的 都是經過選舉 他選出來 那麼 日本國會議員 他的 地位 第一 他 國會議員的 新聞要怎麼處理 沒有白條路 只有選舉而已 一定 要經過選舉 才能拿到 參眾議員的資格 第二 國會議員 他有什麼 權能 有什麼 職責 第一 你有提案權 提案權 你法案 你可以經過你的 選民來幫你翻臨 你經過你的 做你的幫忙 來 提出法案 來送去 國會議長 來分發 在委員會裡面來審查 有這個提案權 再來 對內閣的 質詢權 國會 立法 來 讓 行政部門 來依法 行政 行政 行政部門 這麼內閣 他要來 國會接受議員的 質詢 問看 你 怎麼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要加強 再來 議題 質詢權 例如說 這個 行政部門 內閣 裡面 有一個 行政部門 可以透過他的 議員 因為內閣制 就是 很多 重要的 部會 這些 內閣成員 是要有參眾議員的身份 他們這些 都同一檔 因為 內閣的組成是 那個 選舉後 參眾議員 最大檔的 得票率最高 最多人的 那檔 來組成內閣 那麼 這個內閣 很多都是 國會參眾議員的身份 他們也會透過 行政部門 經過議員 來提案 那麼 其他的議員 也會提出 質疑 別的董的議員 可以對這個 執政董的議員 所 提出的議案 可以來質疑 說是怎麼 你要怎麼 用這個方式 拿這個 法案出來 是不是對你們董 有優利 好 再來 議會議案的表決權 這個議案 如果 經過議員會通過上來議會 全院會議的時候 議員有議案的表決權 好 再來 國會議員的得分 好 再來 第一 他要獲得年薪 要有薪水 包括 他的助理群 可以 國家可以補助 好 再來 無收代報的得分 就剛才說的 如果 開會時間 如果這個議員 有發生 譬如刑事案件 那麼 警察部門 司法部門 不能進行逮捕 要來問議會 經過議會來開會 如果議會 因為現在在審查 一些重要的法案 他可以拒絕 他們去逮捕 所以要撐起保護傘 來保護議員 執行他的權利 一般是等 這個會議結束 沒有這個保護傘 是 比較容易 讓這個 司法部門 來代報 這樣 再來 言論不用一種 就是 你在議會 在議會 在議會裡面 開會 你所說的會 不受 法律的制裁 就是說 為了要 讓這個議員 唱所欲言 不怕 可以讓 你想要說的 不受威脅利誘 逼迫 你都可以自由表達 你想要說的 這是言論免免責權 要讓你可以唱所議員 好 那麼我們國會 有一個活動的程序 我們來看 國會的會議 剛才說的 常會來 臨時會特別會 再來 國會的心意 議案 有一些法定人數剛才說過 會議的公開 就是剛才說要 實況傳播 讓媒體可以下去 採訪 再來 要經過標決 如果標決 如果有一個 譬如說 眾議院有通過 如果參議院沒有通過 這樣 參眾議院 他要再 來做一個協調會議 這兩院的協議會 再來 眾議院的解散 眾議院 在日本 整個地方 眾議院 可以 如果 行政部門 可以改善 受傷的 有權可以解散眾議院 但是 當時 內閣要總辭 眾議院 也可以提起 對行政部門的 不信任案 如果提出不信任案 這個行政部門 也必須來解散國會 這樣 在規定的四十天來 你如果解散眾議院 那麼四十天來 一定要定選 定選新的民意 定做新的內閣 這就是 這個 必須解散國會 這個眾議院 是 刀的兩任 他 行政部門 出這招 解散國會 他自己也要 中心 他要總辭 都定來 定選 再選出一個新的最大檔 去做檔 如果 如果 都沒有被拐 最大檔 就是最大檔 沒有被拐 那麼他還要 找其他的小檔 來做一個聯合內閣 那麼 參議院 法律規定 不可以改善 只有眾議院 可以解散 參議院 不可以解散 因為參議院 要留在說 萬一 如果國家發生 重大事件 譬如說 其他的國家 來侵犯 他們去建政 那麼 參議院 就要開一個緊急會議 來討論 是不是要宣戰 不然 如果解散 就沒有人可以解散 那些人都解散 就 緊急事件 所以沒有人可以處理 參議院的緊急集會 就是說 留一個這個 參議院 規定不可以解散 就是留在緊急狀況 要有一個部門 可以來開會 決定 政府要怎麼翻證 好 我們來分拼 這個總統席到 萊介子 來做一個比較 這是參科為 田弘利著作的 國會助理手冊 裡面 收起來 好 好來 我們來看 這個總統席到萊介子 代表國家 總統席到美國 跟福利賓 內閣制服 原國 日本跟德國 這些都是 他們的元首的職權 美國總統是實權的總統 但是 日本的元首 或是天皇 或是女皇 英國女皇 他是虛位元首 只是一個 國家代表的象徵而已 那麼 閣議員 他們也必須 兼任國會議員 總統席 國會議員 不可以兼閣議員 閣議員 不可以兼國會議員 那麼 內閣制製的國家 閣議員也可以兼國會議員 好 那麼 附屬制度 沒有 總統席沒有 但是 內閣制製的 有 行政修正 要向什麼人 付席 美國總統 以及行政所長 向人民 付席 那麼 內閣制製的 以及 向 用國會 來 負責 修正 所向 向國會 負責 那麼 這個 倒閣權 在總統席裡面沒有 只有 內閣制製 比較有倒閣權 我剛才說的 倒閣權 一刀的兩面 最多 最多 也最多 自己 再來 解散國會 美國沒有在解散國會 但是 內閣制 英國 日本都有 那麼 行政部門 和立法部門的關係 總統 是 行政權 屬總統 立法權 屬國會 兩權 分權制衡 行政立法 分立 但是 內閣的 行政權 屬內閣 立法權 屬國會 但是 這大部分 同在黨 因為 內閣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 國會議員 所以行政和立法是合一 這個 內閣制 是 輔廢一家親 就是 行政婦 行政 台灣才說 行政委 那 如果 這個 總理府 行政總理府 他的府和國會 是 府會 都可以合一 這有一個好處 行政部門所 法案 基本上 都會通過 譬如說 如果 英國 百分之 八十六的 這個 提案 都是行政部門所 提案出來 差不多 差不多 有九十六 百分之 會通過 因為 差不多 大家都說好了 都 提案自己的議員 說 提案 所以很容易通過 這樣 他的意識效率 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 一些小動 自己做動 好 再來 我們要怎麼 請問一個 優秀的 國會議員 有什麼 條件 我們要了解一下 第一 就是你 自己的 自身的 學識 學養 專業 你 要有 有的人 專門 外交的 幫忙 有的 回 有的 專門外交 他就可以參加外交委員會 有的專門軍事部門 他就可以參加軍事委員會 他本身要有領導魅力 你看像這個 董事 夏中庭 和 丹水平 還有一個像林鄭杰 他們那時候 在台北市議會 這個 三件客 那就是 他們 很有 這個 魅力 所以 這三個 變成一個 在台北市議會 算像民心 電視機車 不是要來拆訪 包括 後來 他們來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們本身就有 那個領導魅力 所以 很多議題 都是他們的主導 電視部 和議員都很會拆訪 後來 變成一個政治明星 所以 後面 可以選到台北市長 再來 一路選到 中華民國流亡的總統 OK 所以 很多 國際的領袖 都經過 國會議員 這個 路程 經過 催戀出來 再來 這裡有一個優秀的 國會 做立的團隊 這很重要 因為 國會議員 也不是 不可能 大陸 不可能 三條六百 所以 很多事情 要交代 他的 助力團隊 來替他 找資料 來替他 整理一些 重要 法案 的 重要 點在哪裡 所以 助力很重要 好 那麼 國會議員 他的職權 來議決法案 第二 來 深測醫生 第三 戒嚴案 同過戒嚴 來戒嚴 特色案 你如果 宣戰 特色案 就是 如果有新的 這個 行政生長 起來 那麼 要對一些 反而的人 來做特色 也要有 經過 國會來通過 再來 宣戰案 你要向其他 國家選前 也要國會 有通過 收權 給行政部門 國文部 來執行 宣戰 這個 工作 讓他們 有依法 來對其他 國家 來 展開 戰爭 再來 購和案 就是說 要簽 這個 和平條約 再來 這個條約案 要跟其他 國家 做成立 要簽一些 國際條約 這個條約 平靜部門 如果去 責任 簽桌回來 國際條約 要送回來 國會 國際條約 同意 或者不同意 但是 這個 你只能 同意 或不同意 不能 修改 OK 那麼 審查議員 這是 最重要的 跟議員 反正 是 最重要的 兩個 國會議員 要做的工作 其他 第三到 第六 第七 這比較少 這比較少發生 好 那麼 國會的助力 有對幾款的 這個 將來 我們要以美國作例 將來 將來 國會 領袖的助力 兵議長 副議長 參眾議院 總議長 他們 這個 領袖的助理 第二個 國會 秘書處的助理 秘書處 要 為了 國會 順利 運作 這個 秘書處的助理 也要來 到三天 整個議程 中 我們所有 需要的 一些 事情 都來 幫忙 準備 再來 國委員會的助力 我們剛才說的 那二十個委員會 也要有 專門的助力 來專門 處理 葬委 這個委員會來的 這些議案 要 如何安排 開會日期 要如何統治 相關的委員會的委員 要來 開會 好 準備一些資料 要提供 來開會這些議員 再來 議員 我們個人的助力 你自己請來 這些議案 有規定 OK 好 這些助力 有什麼功能 當然 有的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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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三個去換兩個回來 這樣算了解喔 行政阻力 這些一些行政問題 都來給這個行政阻力來處理 這個行政會比較瑣碎 這個不用給參眾議員自己去務 這有行政助理去處理 再來法案助理 就是說現在想出來 去國委員會審查的這個議案 要經過法案助理 來分析了解 來出重點 來給參眾議員來報告 讓他了解說 這個法案審議的重點在什麼地方 針對重點來發言 來提出意見 還是來提出修改修正 這是法案助理 這種法案助理一般 就要有法律的基礎 他們都是法律師畢業的學 這個人 再來秘書 秘書就分幾個樣 秘書 也有只有專門在安排 這個 他的選民要來會面 甚至 安排承論 安排 這個 參眾議員 他 最近一禮拜行程 有秘書 有秘書在安排 甚至秘書有的還減輸基 好 那麼 國會助理的聘用 他有法律的規範 第一 第一 議員 個人的職業關係 剛才說的 那個 你議員幫你搶 你自己打客戶 再來 有的是 經過 國家通過的公務人員 這有 經過 科取過的 好 再來 不可以聘用自己的親人 但是 有 他們沒有資薪水 這個除外 這就有 一個 法律工房的有才發生 因為他說 我就沒那麼薪水 我來做二天 但是 很多是利用這種方式 包括 條子 你在選擇的時候 他幫你支持很多 無論是 人 或是資金來幫你支持 那麼 很多人 在你選到議員之後 他會來幫你要求 我沒有要幫你領薪水 你只要給我一張 國會助理的這個 這個 名品 那麼他就可以拿這個名品 去公務部門 包工廳 拿這個 我是某某 大聲的 國會議員 的助力 這有時候的哈德郎 有時候人就要看他的民主 看這個議員的民主 給這個 國會的助力 來包工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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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防止 因為 一個國會的助力 這個名片在外面 好 原來是哈德郎 好 原來可以說 說得不好 可以招搖狀片 好 好 那麼 國會立法 立法 有些一些技術的概念 第一要了解 你現在 所 要立這個法 你要了解 是人民 要求 拜託你來 立一個法案 那麼你要了解 這個訴求是什麼 重點在什麼地方 對國家 對國民 將來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 以前已經有人 立類似的法規 是不是 以前的法規 有 衝突 第二 來分析 你這個法案 通過的 紀律館 正 是不是 一些 無聊的議題而已 這 在 助力 要聽你來分析 好 再來你如果確定說 不真的有需要來立這個法 好 那麼你就要去設計 要立這個法 這個法條要怎麼下 整個這個 鋼藥 都要下去 一條一條 中 第一條是什麼 他第一條裡面 還有分項目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你要去設計 這個法條的 這個 要讓人去心意 要讓人去心意 很清楚 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包括 你要擬定 這個 主標題是什麼 這個法案的精神 主要是要通過什麼法案 這個主標題也要出來 這個 總說明 這個 整個法案 做一個 總說明 簡要的說明 因為你如果送醫到 這個委員會 這個 委員要看的時候 一定先為你這個 鶴藥這個 這個 種子裡面 先看 先來了解 所以你要有一個 總說明 再來 這個 條目 一條一條 你每一條 為什麼 發條要怎麼下 它的用意是什麼 都有細部 分析 在擬定 好 如果 都好 要送出醫生 要再好 教訓 看有錯誤的嗎 還是有 蓋其他的 以前人 定過的法條 有衝突嗎 會不會造成 自愛難省 這個 都要經過 教訓過 好 再來 國會 立法的程序 這個立法程序 第一個 要先提案 就剛才我們在說 你整個法案都做好了 提案送出來 那麼 提案大部分 由 行政機關提案 現在在說的 這是這個 內閣字 大部分 我剛才說的 百分之 八十六 在英國 是由 行政部門 提案出來 因為內閣字 撫費一家親 所以 通過的法案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六 都會通過 好 再來也要由議員來提案 那麼 議員本身 剛才說的 你經過了解分析 擬定 做好了 議員本身提案 議員提案 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優先審議權 優先審議權 這是 尊重國會 是一個立法機關 我 這個國會議員 所提出來的法案 提案 要優先審議 這就是要尊重國會立法權 我是國會立法的參眾議員 我拿出來的案 當然要先優先來審查 來審理 好 第二要審議 經過 這個 議員也好 還是行政部門 所送出來的法案 大部分都會先送來 參眾議長 這裡 由議長 來決定要交付相關的委員會 如果外交的事情 送去外交委員會 如果有關國防的部分 就送去國防委員會 來審議 所以一般 這個法案 會行不行 會通過 不會通過 在這個 相關的委員會 就差不多在那裡 定生死 委員會 如果開下去 開審議 如果通過 就再上來 全院的會議 參眾議員的全院會議 如果沒有通過 在這個委員會 封殺的時候 這個法案到那裡就結束了 在這個法案的邀則 所以審議通過 上來大會審議 全院會議 好 那麼大會審議 哪有通過 要上來大會來表決 通過 不通過 表決 就知道 表決 就知道 表決 就知道 就要說 差不多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好 再來 如果大會 如果大會表決 通過 通過這個法案 就正式成為法律了 正式成為法律 還要送去 行政修正來附屬 日本就要送去 首相 給他附屬 附屬的意思是要做什麼 其實他沒有附屬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在大會表決 通過了 這個法案 已經成為法律 已經定案了 你行政部門 首長 附不附屬 都已經不重要 但是為什麼要那個附屬 就是 跟你通知說 我 參眾議院 已經訂一個新的法律 你 行政部門 你要知道 你行政修正 你要知道 已經有這個新的法律出來了 你要依這個新的法案 你依法行政 是要頂給你知道一下 你沒有簽 沒有簽署 沒有附屬也沒關係 一般 如果附屬之後 就行政部門 他們要去公告 給所有的國民 全國人民知道 OK 好 好 那麼時間差不多 我先這個法律 就先公告這裡 我們 好幾十分鐘 然後一幾個 我們繼續 好 謝謝